金曲芬多金花冬金曲奖唱会第八场 8号晚间是邀请到客家金曲歌后徐世慧 以简单不简单为主题 带来了一连串多首人生各阶段的代表歌曲 也分享了他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吸引了不少粉丝到场聆听 场面非常热络 优美歌声环绕在小小茶铺 一眼望去满满都是人 金曲芬多金花冬金曲奖唱会第八场 8号晚间 特别邀请到客家金曲歌后徐世慧老师 以简单不简单为主题 在胖苏茶铺一连带来多首人生各阶段的代表歌曲 今天算是我们这一次的金曲芬多金花冬金曲奖唱会在花莲场的第四场 那由我本人来做这一次的一些歌手的歌曲的分享 那有别于之前我在花莲的各个不一样的活动场合里面 大部分都是唱客家歌 那今天呢我尝试着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我的简单不简单 那因为简单不简单讲到的都很多生活 那所以说我也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做一个不一样的诠释 那里头呢包括了很多在我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很多的一些感恩的一些事情 有很多发生的第一次的时候 自己觉得很感动的事情的一些代表歌曲 那也希望能够借由这次的活动呢 能够让更多花莲相亲能够更认识我 这个时候才小学二年级 徐世慧老师以简报回顾岁月的点滴故事 并以歌声让现场民众沉浸在回忆当中 吸引不少粉丝远道而来 就是要异度这难得机会 之前上过徐老师的课 我们上那个作曲的课 然后那时候是107年 然后我们拥有一些发表这样子 就是看到网路上的资讯 然后其实一直都很想要来 对 为什么会很想要来 就是来叙叙旧 徐世慧老师表示 虽然已经在花莲生活超过30年 但毕竟还是从苗栗过来的花莲媳妇 不知道怎么自我介绍 时常都是以写歌的方式来展现自己 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乡亲特别到场支持 共同度过这个温馨感人的独特夜晚 记者徐立琴 既然相报道